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次會為大家介紹一場歐洲國家杯U21的外圍賽賽賽事 由法國對斯洛伐克 先底賠率,主隊的法國主客和方面,熱到1.09 賠率反應方面,幾乎是贏了這場賽事 至於讓球主客和方面,要讓兩球 即是法國要淨勝三球以上,才會贏取這個盤口 但賠率只有2.03倍 在賠率的情況下,我有另一個選擇 再看看入球大勢 入球大勢基本上要5球或以上才能贏得到大 所以賠率方面,並不吸引 看看雙方近跡,法國U21近7場外圍賽賽賽賽 贏了六場,只是輸給榜首的瑞士3比1 但留意,瑞士贏這六場球中,只有兩場贏阿塞拜疆和列茲敦士登這些魚腩部隊是三球或以上 這次對手斯洛伐克曾經作客輸給他5比3,只是輸兩球 所以上盤要贏三球或以上,只有兩倍,直撥率是不吸引的 再看看斯洛伐克,其實這隊球入球能力不差 他對著法國隊只輸5比3 對著瑞士和一些強隊只輸2比1和4比1 這次我會選擇一些特別的採詞 我會選擇法國U21的球膽,主其他有7.25倍 假設他這場球是贏的,而贏到三球或以上的 而賠率有7.25倍,我覺得是有一個直撥率態度的 因為主其他可以包含4比3、5比3這些比較怪的球膽 值得一提,今年很多球迷都說,今年很多怪賽局 很多主其他7家,其實跟他疫症是有關係的 在沒有球迷之下,年輕球員或弱隊的心理負擔是減少了 所以容易製造出巨型的爆冷賽果 基於上場交手過有5比3,我會選擇一個總入球的6球和7球 而賠率有7.5倍和8倍,除兩範,平均都有3至4倍 總好過買個入球大,5球或以上,只有2倍左右 以下是我的投注策略 法國U21對斯洛伐克U21波膽,主其他7.25倍 另外我會買個7加8.25倍和總入球的6球7.5倍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又或者給你靈感爬球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支持一下我,祝大家波雲亨通